自私的野猫 森林里有一棵高大的橡树 那里住着三户人家 最下方的树洞 住着野猪一家 中间的树洞 住着野猫一家 树上则住着老鹰一家 野猫很自私 一直想把野猪和老鹰赶走 然后独占这棵树 有一天野猫爬到树上 愁眉苦脸的对着老鹰说 不好了 我刚才看见野猪正在用力的啃树干 我猜它是想把这棵树给啃倒 让我们的孩子摔下去 好变成它的食物 我们以后还是小心一点 要天天守着孩子们啊 老鹰吓坏了 赶紧回到孩子身边 一刻也不敢离开 看见老鹰的反应 野猫偷偷的笑了 他又爬下树干 慌慌张张的跑到野猪家门口说 我刚才听见老鹰对他的孩子说 等我们都不在家 他就要把我们的孩子抓出一位小鹰 看来我们只能待在家里 一步也不离开的守护孩子了 野猪大吃一惊 连忙走到洞外 果然 看见老鹰站在树枝上 眼睛正紧盯着下方的树洞 老鹰和野猪都相信了野猫的话 完全不敢离开 也不出去找食物 整天守着自己的孩子 野猫也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整天蹲在洞口 等到晚上再偷偷溜出去找食物 就这样过了几天 老鹰和野猪两家 因为没有吃任何东西 都饿死了 自私又阴险的野猫 终于达到目的 独占了那棵大象树 小朋友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咯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